人类自探索宇宙后,才发现宇宙的浩瀚,地球的渺小,我们的目光也在由地球向宇宙转变。 科学家也明白,人类不能活在地球上,要想成为宇宙中的高级文明,要走河路还很较远,宇宙中有太多的奥秘。 但是,只要将这三个谜团解开的话,人类过去就会真正进入宇宙高级文明行业,而人类本身也会进化成为宇宙中强大的生命体。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三个问题是什么。 一,宇宙的来历。 现在科学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我们的宇宙是基点大爆炸而来的,宇宙最初是一个质量无穷大,密切无穷大的基点。 然后,这个基点膨胀爆炸,演化形成了无数的星球,生命也不断出现。 竟然我们也相信宇宙爆炸论,但任何事物都有因果,宇宙是由基点爆炸而来,那么这个基点是从哪里来的? 对于基点的来历,科学家也没有线索。 不过猜想还是有一些的,有人认为基点可能是自然形成的, 也有人认为基点可能是宇宙中真正的高级文明制造出来的,是来实验观察宇宙演化的。 不管猜想如何,总有一个是真相,这个真相就要靠人类不断去探索追寻了。 二,宇宙中是否有其他文明的存在? 人类探索宇宙以来,一直在寻找万星人的存在。 但很多年过去了,仍然已无所获,难道宇宙中没有万星人只有人类的存在吗? 这显然也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说如此浩瀚的宇宙只有人类存在,那和井底之蛙没有任何区别。 科学家也坚信,宇宙中是有万星人类的存在的,我们之所以找不到,主要还是我们的科技不行,或许将来人类真正走出太阳系,将会发现万星人类的存在。 我们可以大但一点猜想,不要说整个宇宙,就能我们银河太阳系处在银河系的边缘地带。 相当于一个小山村,银河系其他的星际文明压根就看不上太阳系,自然也不会来太阳系,因此在太阳系几乎见不到万星人类的影子。 银河系真正繁华的地带,就在银河系中心范围之内,越是靠近银河系中心。 资源,能源丰富,文明越多,而且银河系内有星际航行能力的文明,也会不断向银河系中心牵挤,以便更好的发展。 关键是银河系中心有个巨大的黑洞,黑洞对于我们来说很陌生,可能对于星际文明来说,那就是庞大的能源。 人类文明未来或许有了星际航行的能力,自然也会向银河系中心进发,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无数的种类的文明。 或许在银河系中心地带已经有了银河联盟,这样的,由高级文明组成的组织机构,目的就是管理这些众多的文明。 否则如此广杂的文明,没有一个好的管理,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抢你,那不乱套了吗? 三,多元宇宙是否存在? 有关多元宇宙的理论,其实很早就有了,多元宇宙也可称为平行宇宙,理论依据就是我们的宇宙是有边界的,边界之外,或许会是一个混沌空间。 这个混沌空间无比巨大,有着很多的宇宙灵力,这些宇宙就是多元宇宙,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宇宙其实也很好理解。 我们站在地球上,觉得地球无边无界好大,其实地球是有边界的。 当我们走出地球站,在太空中看地球,就知道地球也不大了,宇宙中像地球这样的星球太多了。 如果我们走出宇宙,站在宇宙之外或许看到的情况和我们在宇宙内看地球的情况是一样的。 当你站在混沌空间看我们的宇宙也会发现,我们的宇宙也不大了,混沌空间内像我们这样的宇宙也有很多。 多元宇宙存在于否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太遥远,而且它可能也是这三个宇宙问题中最终极的秘密,想要真正探索多元宇宙的存在。 人类必然要掌握冲动技术才行,只有通过冲动技术才能自由穿梭宇宙,才有可能真正到达宇宙的边界,甚至走出这方宇宙。 人类文明也在不断进步,虽然想要真正弄懂这三个问题很难,但相信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千年后,万年后,总有一天我们会解决这三大问题,解开宇宙的真正成为这方宇宙最强大的高级文明。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